好 那我們就看怎麼樣的making the best out of best efforts service 那 那如果是就這個我們語音的這個部分來看 那我們稍微再進去看一下它這個前面有幾個有拿幾個步驟 那在應用的這個部分 有這個像PC to PC的Skype 或PC to Phone的這種電話有很多種 然後這個 Videoconference 現在看起來都跟Skype有關的有很多 那整個過程這個圖我們在無線的地方稍微談一下 因為這裡又多媒體所以我們也再談一下 這邊有sauce encode channel encode 做兩個encode然後呢 再兩個decode出去 那input的時候 input通常都是sequence of simple 像是各種各種文字啊 binary啊或是computer 那或者是呢 waveform 就是the voice的waveform 那或者是這個image 好像照著X光片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都可能是 都是在input這邊 那然後 那sauce encoding 那sauce encoding是在第二步 那sauce encoding這裡做什麼呢 它就把這個input呢 變成sequence of bits 它原來可能也是sequence of bits 但像這裡 這裡本來就是sequence 有些東西它本來就是sequence of bits 但是sauce encoding它變成sequence of bits 那然後 所以這個叫sauce encoding 那通常sauce encoding出來的是 fixed length block of bits 就是 就是 一個block encoding以後就是一個block 一個block 那 那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可能會繼續下去要做這個 analog digital的conversion 然後quantize 這個我們語音的剛才都講過了 那 那然後那64可以怎麼跑出來的 這個 我們剛才都提過了 這個是sauce encoding的這個步驟 如果說語音的話 這個步驟 那 那sauce encoding的時候呢 那有的時候也會做這個 data compression 就為了 為了做一個 再多做一個壓縮的 那那有的時候是合起來 有的時候壓縮是它過程中的一個部分 這我們現在談 這sauce encoding的觀念 那在網路上面就是channel encoding 然後傳輸的這個 那這個部分我們剛剛有看過 就不再談了 audio的 audio的 所謂的audio的壓縮 然後它的這個 呃 怎麼樣從它的sampling 到quantize 到這個 一個傳輸的這個速率 那video也是一樣 我們剛才談過 那sauce encoding做完以後 就是channel的coding 那channel的coding 呃 就是把那個 剛剛bit sequence呢 再變成analog waveform 就這個 就如果你傳輸的時候 是有一個 waveform 傳輸的時候 光波 或者這個 無線電波 那這個 那這個時候 你原來是數位的 現在要變成類比的 那就是什麼 model modulation and demodulation 就是我做 我做 我把這個 數位變成類比的 類比的在那 demodulation再變成數位 那 那這個channel coding的話 呃有很多不同的 呃 做法哈 那那 其實你們 呃如果說有無線的話 我們剛好 這個 這兩天又請那個 IowaStay那個 Professor Chen 來 來 來演講的 他講到Wimax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 就有特別提到這個 就是我動態的 可以有不同的變換 變換channel encoding 就在 在這個 呃 我在 我在快速的 在不同速度的時候 然後這個 encoding 就會 就有不同的 變換 那為了要讓多點人 取得服務 為了在不同速度下 然後達到他的要求 這個 那這個 這就都是channel encoding channel encoding方法呢 有很多了 那 那 那這邊像 Binary BFSK 這個Binary The Frequency Shift Kid Modern 然後還有等等 這個 Pem Crone 這個 這個我們就不談他了 好 那Modern的這個 大家就自己參考 好 這個我就不談了 那這個是 跟這個電話有關的 那跟電話有關的 那跟電話有關的 這個算常識 我都會不談 就 電器裡面 好像上次也提過 就一個小時 這是一個量 就是一個 通話一小時的化物量 這個是叫做一個Ellen 然後 總化物量是多少 化物量越大 這blocking rate 如果你的channel一樣 那化物量 就你的loading越大 Ellen就是一個loading 如果你的loading越大的話呢 那你就會 就不通了 對 所以我就要多加頻寬 我就要多加 多 固定通話頻道數目下呢 化物量越大 化物量就是Ellen 然後 那blocking rate就越高 就是這個 這用在無限有限都OK的 就是說 我要 要跨年倒數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 它的Ellen量就很大 那這個 你就必須要多給它channel 多給它的這個 不然的話它的blocking rate呢 就會比較高 這是一個名詞的 這個blocking rate啊這些 我就不談了 OK 那我回到了我們 我們的Internet上面的 Mati Media Internet phone的話呢 那我們基本上是有幾個要注意到 第一個是 我們講話 我們兩個人在通話講話的時候 那大部分的狀況是什麼 是alternating talk spurt 然後silent period 就不太會一直講 如果你一直講一直講 那個就是 老師上課 或爸爸訓小孩 或是這個 這個 或是做做什麼事的被訓 或什麼的 有一個人一直講 通常都是 有一個talk 一個talk spurt spurt 就是短 然後在silent period 就是人流兩個人對話 那 在talk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64kbps 在talk talk spurt的時候 在我講話的時候 是要64kbps 不講話的時候 那要偵測到不講話 你就不用這個頻寬 對 所以要能夠 能夠這個 那我們先看講話 講話這個佔頻寬 那講話的話 你在 在during talk spurt的時候呢 那 那 那 你20mega 20ms的這個講話 的這個 這個 呃 這個語音 然後呢 chunk 然後在 在這個 呃 每秒8 8kbps 為什麼是8kbps 8kbps 就是 就是多少bit 就是64kbps 60kbps 所以這個 這個有時候要少 小心 有時候那個 這個我們 有些時候用單位 用bit 有時候用bind 那這個 那 你20個 mesecond的小語音 就變成一個chunk 然後呢 在64 bps 20kbps的時候 那 那你這個 你的data 你一個 你一個 20mesecond的data的話 是要多少個 多少 多大的容量來放它 就變成二進位 變成這個packet length 是160byte 就是20mesecond 變成160byte data 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 把我們講話 變成這個語音 變成這個 數位 因為我們照剛剛的sample 來做的話 那是 160 這是說傳統 這些都已經好幾十年的資料 不是現在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用internet phone的話 用sky的話呢 它都再加上一些 一些不同的encoding 不同的sampling 那會不一樣 但基本上 現在這些都是歷史性的data 那 那applicate layer header 再會加到這個 160byte上面去 然後這些chunk加 header 就會放到一個 UDP的segment裡面去 原來我的語音 語音怎麼樣變到 要變多大 然後怎麼樣放到那個 一個UDP的segment 它的過程是這個樣子 那 那application 再把這個UDP的segment呢 把它送到 每 送到socket裡面 every 20ms during topspot 如果你一直在講話 那我 我這邊 我這邊的這個 我 我通話我skype的 在這邊 那我每20個ms 就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一直 送 由socket送出去 如果連續在講 我一直一直在講 不能說我送這20ms 不是送下個20ms 就是20ms 就是20ms切 做阻擋這些事情 就是送 一直送 那 那 那在送的中間呢 當然有可能 會有package loss 那這個 due to network congestion 等等 routed buffer overflow 那這個時候就會loss 這樣了 那這network loss 那 那也可能delay loss delay loss 的話就是說 我這個 arive to